德国柏林圣诞市集遭到卡车冲撞的恐攻事件 警方第一时间抓错嫌犯之后 靠着车内发现的一张难民居留证 重新锁定一名24岁的图尼西亚籍男子 悬赏10万欧元约合台币330万元要追捕到案 这名男子曾经在1月列入德国的潜在恐怖分子观察名单 7月申请政治庇护被驳回 8月则是涉嫌伪造文书被逮捕 但最终被法庭释放 美国军方22号将冲绳北部一片4000多公顷的训练场 归还给日本 想到美国掌控冲绳土地面积的17% 是44年来交还面积最大的一次 而日方则为美军建造6个直升机停机坪作为交换 尽管美日军事合作关系深厚 但由于犯罪事件非安事故等原因 冲绳当地居民多半对驻日美军不满 县知识也拒绝出席归还仪式 美国总统大选的普选票得票结果 22号终于确定 民主党候选人Cillary虽然拿下48.2%的普选票 比川普多了2.1% 也就是290万张票 但由于在关键摇摆州的普选票输给川普 最终获得的选举人票大输 无缘入主白宫 也成为美国史上普选票胜过对手 最终却输了大选的候选人当中 差距第三大的记录 明天论 明天论